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的是这两个参数是吗 还是说这个参数跟底下这个东西 肯定不是这两个参数吧 应该是上面这两个参数的意思 在什么 上面这个参数 StaticUILPath 要知道这里面是加了UIL UIL所对应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去访问静态资源的时候呢 它凭什么认为你访问的这个路径 是一个静态资源路径 是一个静态资源 而不是是一个试图呢 它凭什么来说 你这个东西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动态的试图 是不是相当于 你得把这个东西给它区分开呀 区分开的话 怎么区分开呢 就是能通过UIL的这个东西的前缀了 就相当于 你一放完访问这个网址的时候 我紧接下来 跟着这个路径的前面那一部分 我就指明了 那这指明的话 默认情况下 我们通常的实际上 你访问的这个路径 实际上是不是都是这个Static呀 是 访问的话是不是都是Static呀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Static可不是说 你的这个路径的名字是Static 跟它可能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去想 你回想你的Jungle 回想你的Jungle里面的话 你对应的这里面 是不是有一堆的列表啊 对应的这个列表里面 你定义出了一堆的路由吧 对吧 你可能定义到这样的主线线 然后呢 可能对应的是Index的十度函数 然后呢接下来你可能还定义了别的东西吧 对吧 你比如说再写一个Index 然后呢可能对应的Hello 这样的十度函数 然后呢那你说了 这是我所定义出来的 能够去决定的这样路径 那除了这个路径之外 我们实际上在最终前端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一个斜线 Static也能够让我去访问啊 比如说访问这样的路径 是不是也能够去支持啊 对吧 那你现在就来看了 底下代表的是跟我的动态的 试图函数有追应关系的这个东西 上面呢 追应的是静态的文件 所以就相当于 那我好了 我随便给你写出来一个 比如说我随便带你写出来一个东西 写什么东西呢 写一个login.html 那你说这个路径 它到底是追应的一个静态文件呢 还是追应的是一个动态 动态的这个追应的试图呢 你能够区分的开吗 假如说我 恰好我有一个人就这么去写了 我在我的试图函数里面 订一个路由的时候呢 就写了一个login.html 如果再这样去写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区分不开了呀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有这么一对路径 你是如何把静态 访问静态文件资源的那种东西 跟这个访问试图的东西 给它区分开 所以就相当于怎么区分开呢 我就认为 在plugin.html跟这个dungle里面都是一样的 我认为 你只要访问这个路径当中 只要是一些线static开头的 通通的话 我在去寻找的时候呢 都不在你的路由列表里面去找了 我就认为 你访问这个路径呢 要求的就是一个静态资源的路径 所以我们这么跟大家去说吧 我们这么跟大家去说 就相当于你如果写的是一个 在前当中访问的是斜线 static之后的话 它的一个解析的一个过程呢 是先找到这个路径 然后呢 发现这个路径当中是前面 是以斜线static开头 然后它做的工作呢 就不再去你的那个 URLs.py文件当中去找路径了 而是直接去哪找呢 直接就把这个斜线那个东西给你去掉之后 把剩下的这一部分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呢 它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静态资源 所以回过头来 再次你再到你的静态资源目录当中去寻找 你的当前的静态文件目录叫做static 所以它直接在你当前的静态文件目录里面 去找index加 那如果我在这个地方 一旦把实行给你改掉了 叫做staticurlpath 如果给你改成这样路径之后 比如说给你改成斜线pathon了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那我最终再去访问的时候呢 如果我前面是访问的是以斜线pathon开头 它做的还是这样东西 就相当于 它发现前面是以斜线pathon开头 所以认为访问的是静态资源 然后呢 把写验python的东西给你去掉 然后把谁留下来呢 把这样的index.tml给你留下来 它认为你要访问的是这个静态文件的资源 所以去哪找呢 去静态目录 静态目录是哪呢 静态目录是你指明的 这个staticholder 它默认说它是static 所以就在这里面去找静态文件 我这样去说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能绕得过来了吗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说 只不过是大家约定成组的习惯性的是 你的静态文件的目录 也习惯性叫static 你的路径的那个前缀 也习惯性叫static了 所以造成大家的误解了 你以为我访问的斜线 static 这个index.tml 这个static指的就是一个路径的名字呢 不是这样的方式 那我完全可以给你改掉 比如说把这个东西给你改成这样的一个python 然后呢static folder的话 我也可以继续改成一个东西 比如叫static files 那最终它在访问的话 就相当于还是通过这个东西来判断 你后面的是一个静态文件资源 然后呢拿这个静态文件资源的名字 去哪找呢 去你的static folder 所指明的这个目录里面去找 是这样的一个子